那选在这里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它的食物 帕马火腿跟帕马森起司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间餐厅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来这里呢一定要这样点 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对折 然后这样切 来这里一趟感觉是去了一个博物馆 参观了上百幅的世界名画 虽然杯子不大 但是店员超专心的想把冰淇淋 能堆多高就堆多高 我们两个目前呢是住在意大利 因为他现在在威尼斯大学工作 这一个礼拜他的工作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 从我们住的城市 到青葛特雷 坐火车要差不多六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可以中庭一站 就选择在这里趴嘛 那选在这里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为他的食物 趴阿玛火腿跟趴阿玛森起司 这里其实有非常漂亮的教堂 像我们后面这个趴阿玛祖教堂 里面超漂亮 而且免费 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进去里面看 因为我们只打算在帕阿玛过一晚 所以一大早我们就从我们住的城市 Trevisto搭着火车出发 一路上可以欣赏意大利的好山好水 在一段路上因为温差的关系 让湿润的农田像温泉一样冒着蒸气 整个村庄就这样被农物笼罩 看起来真的超神奇 越接近帕阿玛天气就越来越好 让我们不禁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从火车站出来以后 我们就往市中心的方向走 我们刚刚到了我们这一次要旅行的城市 帕阿玛 我们刚刚从Trevisto坐火车 大约四个小时到了这边 现在呢我们还有着我们的包包 但是我们要先去一间餐厅吃饭 吃完饭再去check in我们的旅馆 这个城市之后呢 我们会去 一开始我们在订房间 其实订在前两天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快要旅行的那几天发现 天气不会很好 所以我们就立马取消了原本的预定 然后每天都在看什么时候天气会比较好 大概五天之前 我们订了今天开始这一趟旅行 订完的隔一天 他竟然说会下雨 我们整个就是大傻眼 而且连青龟Taele那边都下雨 结果前几天气象整个大改 变成我们所有旅行的时间都不会下雨 真的超爽 而且现在大太阳 连阴天都不是 这种感觉 比你原本知道就是一个大晴天 好上一百倍 现在就是要好好地享受 帕阿玛的好天气 但是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冷 最高温大概只有14度 晚上的话都会低于10度 他还是穿着非常大的外套 我怕脸 但是我已经穿春天的外套了 希望我不会被人死 当你计划去旅行 你认为我可以说这个在中国吗? 如果你再安排旅行 天气没有很好的时间 比如说来欧洲冬天的时候 比较好时间短一点 安排旅行 两个星期以前安排旅行 所以你会知道天气差不多怎么样 如果不好可以等一下 然后未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安排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间餐厅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但是他的单价没有很高 算是中等 等一下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食物怎么样 一进去这间餐厅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高人气 在平日的午餐时段几乎客满 在入口处可以看到超多超大的火腿 还有切火腿的机器 内部装潢走的是朴实的怀旧欧式风格 座位也相当充足 一坐下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开始研究菜单 必须要点的两样东西就在第一页的开胃菜单上 炸面团和火腿拼盘 主菜的部分都在10欧元上下 真的算是一个很平价的意大利餐厅 我们点的五种火腿拼盘和一份炸面团 很快就上菜啦 来这里呢一定要这样点 你就拿一块这个炸面包 把它挖一个洞 之后呢 拿火腿塞进去 这样 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对折 然后这样吃 这种把肉塞在里面的吃法让我想到 会把泡菜塞进臭豆腐里那样吃 它们的火腿真的非常的香而且不会过咸很多欧洲的火腿都会很死咸 但是这个不会蛮好吃的 它的这个炸面团是现炸的所以还温温热热的包的那个火腿吃超好吃 如果你要直接把火腿放在炸面团上面一起吃 这个就是泡沫style risotto 这个就是泡沫style risotto 白饭跟泡沫生起司 这个起司是水滴在里面的 这个白白的是它的脂肪 什么 这个炸面团 我们把肉吃的 它们把肉切了 这个的油切成 它们把肉切剪成 软软 一点都这个 要有点水滴 当然 當然 雖然這道菜本人看起來非常的單調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簡單的用帕馬森起司跟奶油炒過米飯 直接凸顯出帕馬森起司獨特的香氣與鹹味 是一個簡單但是最能夠呈現這種起司的料理方式 不會說超好吃到我一定會推薦大家點這道燉飯 不過一份9歐元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到後面覺得有點過鹹還能搭配著附贈的麵包吃 完全就是一個碳水爆表的一餐 我們這樣兩個吃下來是35歐元 以歐洲的物價來說算是中等偏低的價位 快快的開箱一下我們住的房間 它是在一個中庭的裡面 外面這裡看得到嗎 是一個中庭 所以這裡不會聽到馬路很吵的聲音 但是其實這裡就在最主要的街道上 這裡是廁所 非常的大非常的乾淨 感覺起來非常的新 好這就是我們的房間 天花板 是非常歐洲Style的天花板 你覺得是真的摩托嗎 應該是真的吧 接著我們就從住的地方過一個馬路 到對面的和平廣場 它是在帕阿瑪中心最大的廣場 這裡有非常大的草皮還有水池 可以看到很多人跟鴿子在這裡休息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帕阿瑪森起司 而帕阿瑪這個地方就是帕阿瑪森起司的發源地 只有在帕阿瑪包含的這個區域叫做 就在這個區域所生產的起司 可以叫 我們所知道的帕阿瑪森起司 其實是法國人 殖民這一個區域 然後他們把帕阿瑪森起司 帶回了法國 他們就取名叫帕阿瑪森 而帕阿瑪森起司 這個起司 所以帕阿瑪森起司 這個名稱 陽明全世界 但是只有這個省份做的 才可以叫做帕阿瑪森起司 就算是用一樣的製作方式 藏起來也非常的像 但是不可以用 帕阿瑪森起司這個名字 只能用 Glana Padano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就是 這兩個起司的差別 這就是為什麼 帕阿瑪森起司的價格 會比Glana Padano高上一些的原因 下次再超市看到這兩種起司 你分得出來了嗎 現在在我後面的這個呢 就是帕阿瑪森起司 他們最大的主教座堂 而旁邊的那一棟 看起來是六角形的建築物 它是 售洗禮的地方 Cathedral是免費的 不用門票 但是 售洗堂要門票 在我們旅館床後面的照片 就是在這邊拍的 帕阿瑪森起司 主教座堂 外面看起來非常的簡單樸實 但是裡面的裝飾 可以說是我看過 數一數二精美的壁畫 不管是人物比例 用色 3D效果都超級寫實 從天花板到側邊的牆面 全部都被壁畫填滿 根本找不到一塊空白的牆面 來這裡一趟 感覺是去了一個博物館 參觀了上百幅的世界名畫 尤其是在窮頂內側的壁畫 層層堆疊的人物超立體超3D 在每個角落還可以看到不同風格的壁畫 重點是免費 拜託大家一定要走進來看看 接著我們走來在主教座堂後方的 聖若旺堂 它的規模比較小一點 壁畫的設計和彩度也沒有主教座堂厲害 但是我們來的時候 剛好與陽光從一扇窗灑進來 加上教堂內有點現香的關係 整個場景看起來超夢幻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一間的Gelado 它評價很好 雖然現在很冷但是我們還是要吃看看 這間高人氣義式冰淇淋店在冬天一樣有很多客人 冰淇淋的口味用手繪的方式呈現在後面的牆上 最小份的兩球是3歐元 雖然杯子不大 但是店員超專心的想把冰淇淋能堆多高就堆多高 如果點的是餅乾甜筒還可以選擇在裡面夾巧克力醬 好好吃 我們上面點的這個叫做什麼 它就是creme然後加麻沙拉酒 其他米蘇會加的那種香料酒 味道超濃超讚 下面的我點的是巧克力 72度的巧克力 喜歡苦巧克力的人會很喜歡 這一家Gelado味道不錯 而且分量很夠 這樣子才3歐元 非常的推薦 CP值很高 他們也很冷 很冷很冷什麼意思 冰淇淋很冷嗎 冰淇淋很冷嗎 很多水 這裡有很多顏色很可愛的家 但是在TREVISTA 你工作在其他地方沒有車子 在其他地方沒有車子 喝酒 晚餐我們就在一間輕食餐廳用餐 他們有賣這種現成的披薩 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大小菜切 現吃的話還會用烤箱幫你加熱喔 味道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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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我們就這樣輕鬆解決啦 這炸披薩 我們現在要去坐火車咧 我們的一日快閃Parma 就這樣結束啦 抵達車廂後 我們要搭乘兩個小時的火車 到輕軌鐵雷旁的大城市 La Bessia 轉乘沿著海岸的短線區間車 到最有名的第四村 Manarola 度過我們在五漁村的第一晚 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冒著影片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